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ustine Rector 指出 Intel未來將藉著改良各種現態工具與編程技巧 令開發業者能夠在很多關鍵領域上 善加利用multi-core核心與many-core核心運算優勢 並展示了由Intel Labs針對開放原始碼社群研發的 Parallel.js開放原始碼人群 為JavaScript的功能進一步擴展 全新Parallel.js令JavaScript支援multi-core SSC指令集以及AVX指令集 並可以聯合HTML5以及WebGL使用 可以提升各種瀏覽器服務的速度 包括電腦視覺 加解密 相片與影片編輯 物理模擬 以及3D遊戲等應用 執行速度最高可以提升8倍 針對疑慮多核心的發展 Justin Radder展示與中國移動通訊合作 研發的低成本無線機地台 採用Intel Core i7處理器的PC 配合完全可以編程的機地台軟體 能夠取代各種固定功能且昂貴的機地台硬體 而且令到功能升級 根據彈性 中國移動表示 將貸換現金機地台訊號塔的設備 果用完全可以編程 且成本大幅降低的軟體式PC替代方案 採用Linux作業系統 並針對實時工作運用作出優化 大量採用了Intel SSD以及AVX指令集 以應付大量的運算需求 部分數位訊息更採用了規導核心作運算 令到資料處理能力大大提升 配合自家研發的TDRT Baseband原體 成功以PC取代價格高昂的硬體基地台方案 Dustin Wetter同時展示了新一代Intel Core i7 能夠提供更加的保安性能 同樣透過移類多核心運算的設計 展示了如何使用社交網站應用 其AES加密、辨識 以及控制Webcam方面 交由CPU核心負責 但RSA加密以及面部分析運算 可以交由GPU負責 以往需要HPC才可以實現的高速面部分析運算 現在可以透過其他固定運算單元的異類多核心設計 令到主流PC處理器的性能可以進一步提升 而未來的Multi-Core架構 亦會朝向加入特定非X86運算核心的發展方向 讓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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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那 devote sein 未來可能每一台PC都要內建核反應堆才能滿足需求 因此如何在提升運算性能的同時 大幅減低所需功耗才是Intel的真正目標 Justin Redder 指出 首日展示的臨近價電壓核心技術 就是為了達成Extreme Scale Computing而作出準備 這個技術令到電晶體可以在最近臨界的電壓下開啟 可以進一步減低電壓的供應 並越來越接近電晶體的電壓臨界值 這項技術令到處理器可以在相同性能下 提供其能源效益高達5倍 現時臨近界電壓核心技術尚在實現階段 Intel Labs成功開發基於Pentium等級的處理器 內部採用生命設計的超低電壓電腦 大幅減低耗電能夠在接近電晶體的臨界 或者導通電壓下運作 在這種概念下 在有需要的時候 處理器能夠高速運作 而當作業負載較低的時候 即立即將耗電降到10mw 在這麼低的功耗下 更需要一片油票大小的太陽能電池 就可以滿足其電力的需求 Justin Wagner表示 盡管研究階段的晶片 未來不可以成為獨立的產品 但這項研究的結合 能夠整合到未來各種產品之上 令到耗電減少5倍以上 並令到更多的運算裝置 持續保持開機狀態 Intel Labs將不斷研發更多接能技術 以實現Extreme Scale Computing目標 令到各種應用的耗電量 減少100-1000倍 最終可以將Terra Flux等級運算 變成可以放入後袋的裝置 最後 Justin Wagner展示了 與Mike Khan合作的 全新混合的液體立方體 單火晶片容量為512mg VDD電壓為1.2W 單火功耗約8W 在實驗室測試 最高可以達成128GBps頻寬 其電源使用效益 即現今DDRV記憶體的7倍 並提供單一DRAM晶片 又是以來最快的資料傳輸速度 同時具備高能源效益 Hyper Memory Cube 是一款概念階段的DRAM的液體 採用一種堆疊的液體晶片組態 將四層DRAM堆疊構成一個微型化的立方體 DRAM內部可以互聯傳輸 令到內部頻寬大大提升 現時正在進行第二代的研究 進一步提升至8層堆疊的可能性 Hyper Memory Cube 採用全新高效率的液體價面 不單在每位圓的傳輸資料功耗大幅降低 IDF現場測試 其單房亦高達每秒傳送122Gbps傳輸速度 這項研究將促使未來弘端運算伺服器 UltraBook、Tablet以及Smartphone等產品 性能上出現大幅提升 偵向你